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会有用电话了解 收集资料 大家了解过后也会用zoom meeting 来紧急开会 来评估这样的一次性的帮助 我们希望说这个行动管制令后 志工他们也会在安排时间再去到家里 了解他们还有没有后续的需要 因为这一次性的至少可以舒缓他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 尤其是温饱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听到很多家庭那种端粮的情况 志工了解到某些人因为行动管制而面临经济困境 决定发放最多马币300令吉的应急金 给有需要的人 经过评估 志工也提供照顾户 多一个月的生活补助金 以舒缓他们的经济问题 单亲妈妈艾米莉亚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 虽然在快递公司找到兼职工作 但微博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他和两个儿子的生活 自己发放多一个月的生活补助金 让他不再每天纠结于钱不够用的烦恼 几乎所有的港户他们都还问候回我和关怀回我 我想我们只是这么一点点的关怀 他们都感觉得到反而比平常感受到更加多的善意和情境 然后感受到我们的关系又更深了一层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结好缘 当我们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缘的时候 他们将来也能够比较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慈激的慈善应基金有如雪中送炭 为面对经济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些温暖 大爱新闻蔡迪跟李佳寅 彭敬写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消失费 周全氏 华 清